而国际间焦点带您看到 以哈的冲突战火未歇 哈马斯的停火计划 被纳坦雅胡断然拒绝了 日前哈马斯提出三阶段分别 为期45天的停火计划 先释放扰弱妇孺病人长者 与乙方来交换 来换取巴勒斯坦的妇孺 而第二阶段释放男性 第三阶段双方来交接彼此国民的遗体 但是纳坦雅胡的停火计划 他认为这样的计划是一个奇怪的要求 不会让人质返回 只会引发另外一场的屠杀 一直坚持只有完全的胜利 才是结束加萨战争 与维护和平的唯一解放 会场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总统握手谈天 场外却有一批抗疫人潮 布林肯中东行 希望速成以色列哈马斯停火协议 但马上遇到变数 哈马斯在谈判前夕 拿出自己版本的三阶段停火 每阶段各有45天时间 第一阶段释放以色列老弱富如人质 交换巴勒斯坦囚犯 并且要求乙军离开人口密集区 第二阶段再放男性人职 但乙军要全面撤出加萨 第三阶段则是互换死者遗体 那他亚乌马上出面回应 说哈马斯的要求太疯狂 放话威胁战争继续打 甚至要打到全面战胜 才会收手 纳特亚乎虽然痛批哈马斯妄想 其实并没有明确拒绝提议 尤其哈马斯狮子大开口 纳特亚胡也想秀出强硬态度 给自己的内阁成员看 不管以色列怎么骂 哈马斯还是会派代表到埃及参加协商 其实以色列也证实将派出代表团去开罗 布林肯暗示停火谈判还有希望 毕竟如果不止战 拜登政府民调只会继续往下谈 因此开罗协商的焦点 并不是全盘接受任何一边的方案 而是选出哪些条件可以采纳 回头看哈马斯提议 以军绝不会答应撤出加萨 但人道援助和人职囚犯交换 的确有妥协空间 而且以色列也有来自国内的压力 尤其是渐渐开始绝望的人职家属 越来越多家属 害怕剩下的100多位人职再也无法活着离开加萨 不断喊话要求纳坦雅胡想办法 谈好一份人职停火协议 而动荡的中东地区不仅在加萨走廊 美军的无人机在伊拉克巴格达的街区精准了轰炸行驶中的汽车 而其中一名死者是真主党的高级指挥官萨迪 似乎美军是作为回应先前哈门袭击约旦部队的回应 但以牙还牙的行动在当地激起了抗议 而现在以色列也准备大举进攻加萨南部的拉法 由于当地有120万名的加萨难民避难 联合国忧心 加萨的人道问题恐怕会更加的恶化 以色列士兵开着军车穿梭在战场上 与哈马斯开战四个月后 加萨走廊北部只剩一具空壳 以色列攻击重心移到南加萨 越多无情炮弹空投在地面 就是要炸开藏在底下的哈马斯地道 最新影片显示 士兵发现用来作为连接关押人质房间 及前往哈马斯领袖住宅后院的地下通道 地道里有厨房 流理台 还有厕所一应俱全 另外人质不论要做什么 除来房间门口都会有人在外面持枪看守 而且附近就是弹药库 哈马斯可能就在这里计划作战 但在发现地道前 空袭已造成大量加萨民众伤亡 以色列总理纳坦亚胡拒绝哈马斯提出的三阶段停火协议后 还下令重点进攻加萨南部城市拉法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表示难以置信 有一枚火箭炮就直直落在人口密集的 拉法难民营附近 正好击中一辆轿车 吓得众人当场尖叫逃窜 轿车驾驶则则当场身亡 拉法西边的一处住宅区也遭到两次空袭 至少13人丧命 当中有一半都是妇女和儿童 我们曾经在家里面 在家里面的三个人 在家里面的数量 我们发现了 在家里面的房子 在家里面的房子 然后在家里面的房子 就难对日夜挖掘 只希望能尽快救出受困者 他们痛批纳坦雅胡罔顾性命 只为一己之私 正在中东 敦促停火谈判的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也受到牵连指责 加上民众认为 他只会越帮越忙 流利失所的难民越来越多 国际救援组织的压力 也越来越大 作为志工团体资金来源的 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 现在又卷入 按住哈马斯的争议 被各国切断金元 离二月底关闭的日期 越来越近 不少逃到零 不少逃到邻国的 巴勒斯坦难民表示 他们从小就靠 静东救济工程处 提供的物资 才能维持正常生活 现在轮到他们当爸妈 战乱没有平息 远住又快断缺 他们无法想象 下一代的未来 我确实没有能够 每个人都要买 他们都要买 他们要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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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美国 汉反以色列的激进组织 则继续采取攻击行动 上百位胡塞组织成员 就在夜门首都 举行大阅兵示威 而美国再次采取行动 宣布用精准导引飞弹 成功击毙伊拉克武装团体 真逐党旅 负责策划约旦美军基地 攻击的指挥官 双方互相打来打去 中东骚乱 似乎看不到终点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